2022年1月23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数字,结果是1062万。 刨除经济最困难的1961年,这是建国以来最低的人口出生年份了。 但考虑到1961年的时候,全国总人口只有6.45亿,而2021年全国有14.1亿人,所以2021年的人口出生比例可以说是非常的低。 而除了新生人口少之外,接连不断的疫情、防控测试和复杂的经济形势,也让这两年怀孕的妇女和出生的宝宝面临着很多不利的因素。 最近,《自然》杂志就综合了一些研究结果,发表了一篇论文。 这些研究对比了疫情期间婴幼儿大脑的发展情况与疫情之前正常年代的差异,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因为目前疫情尚未结束,如果持续下去,这里面的内容可能有助于我们,让本来就不多的孩子少受一些损失。 很多专家都同意这样一种说法,那就是,人生的前一千天是儿童早期发育非常重要的阶段。 如果一个孩子是2019年末,新冠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出生的,那到了今天,他已经生活了接近800天了。 而如果疫情还要持续几个月的时间,那最早的这批孩子,人生的前一千天,就正好覆盖了整个疫情周期。 于是,一些儿科医生和儿童心理专家称这批儿童为新冠一代。 罗德岛医学院对周边的地区出生的婴儿进行了持续多年的抽养测试。 这个测试是对不同年份和年龄的孩子在语言能力、解谜能力、站立和行走等运动能力的综合测试。 而布朗大学的科学家对比了测试结果。 数据里一共包含了672个年龄从3个月到3岁的婴儿和儿童。 在这些儿童中,有39个是在疫情期间出生的。 由于数据做了皈依化处理,所以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让人惊讶的是,疫情期间出生的这39个孩子的综合表现, 比疫情之前出生的孩子得分低了接近两个标准差。 我把孩子们的得分随出生年份变化的分布图放在门口中了, 如果你感兴趣可以点开看看。 要理解刚才说的测试结果的差异, 我们先得说说什么叫做皈依化处理。 比如说,智商110算不算聪明呢? 一般人觉得,当然算了。 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没有什么参考价值的数字。 因为如果参加测试的100万人的智商均值是115的话, 那智商得了110,其实说明比大部分人还略低一点。 所以,一般的智商测试会把100分定为均值, 这个就是规刑化处理首先要做的。 好,假如知道均值是100的话, 那我的智商是110,算聪明吗? 也不一定。 如果统计之后发现, 99%的人得分都在85到115之间的话, 那么其实我的智商只是比均值略高, 不能算是很聪明。 而如果统计结果表明, 99%的人得分都在95到105之间, 那么这个时候我得了110分, 才真正体现出稀有呢? 因为我得到105分的时候, 就已经比99%的人更聪明了, 何况我得了110分呢? 而智商或者智力测试, 得分被统计出来之后, 还要做相关的处理。 按心理学界的标准, 一般会处理成这样, 首先把大家的平均表现定位在100分, 然后设置一个区间, 一般是正负15分, 也就是让85分到115分之间的人数, 占到总人数的68%, 然后再让两个正负15分范围内的人数, 占到总人数的95%, 也就是说70分到130分范围内的人, 占全部人数的95%, 这个时候数据就算做到了, 而15分就叫做标准差。 那让我们再回头看那个结论, 疫情间出生孩子综合得分表现, 比疫情之前出生的孩子低了近两个标准差, 也就是说, 100个在疫情期间出生的孩子, 只有五六个的表现, 能集得上疫情之前出生孩子的平均水平, 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下跌。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篇报道分析了几个对疫情一代不利的因素, 首先是缺乏和同龄人的互动会耽误孩子的发展, 结果显示同样的趋势研究, 在英国与荷兰的研究里也都出现了, 英国的那项研究统计了在疫情中, 依然被送去幼儿园的那些孩子和没有被送去幼儿园只带在家里的孩子在能力上的表现, 结果发现接受幼儿园照顾的孩子表现更好。 而荷兰的研究人员统计出, 在相同的能力测试中, 2020年出生的儿童相比2017年到2019年出生的儿童在得分上有明显的降低。 而另一个原因就是母亲在怀孕期间经历的压力比平时更大。 其中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的科学家在美国医学学会儿科期刊上对8602名孕妇做了心理调查, 结果显示47%的孕妇自述怀孕期间出现过焦虑症, 33%的孕妇出现了抑郁症。 而在疫情发生之前历年的统计中, 这两个数据分别是20%出头和10%出头。 你看疫情期间的比例相比较历年分别高出了一倍和两倍。 如此显著的心理状况的差异会不会影响孕妇子宫内的胎儿呢? 为了搞清楚这一点, 这个团队为75个刚刚出生三个月的婴儿做了脑部的核磁共振, 结果发现产前焦虑跟抑郁状况比较严重的那些妇女, 他们的孩子的性儿核和前额也皮质的网络结构和其他的孩子有着显著的不同。 我们知道, 性儿核是处理恐惧和焦虑情绪的地方, 这种异常的连接会有什么影响呢? 这个团队此前的研究中就发现, 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 产生了这样的脑部变化之后, 孩子在学龄前会有更高的攻击性, 会有更大的概率被诊断为多动症。 这种关联在意大利心理学家的研究中也有类似的体现, 他们发现孕期压力和焦虑更严重的母亲, 他们的宝宝在三个月大的时候接受测试, 在注意力和情绪控制上的表现都更差。 上面说的是一些让人担心的因素, 这也是引起自然杂志重视并刊登这篇文章的原因, 因为儿童的发育状况到底受什么影响, 需要长期的大量的统计, 仅仅是两年的时间还不够。 但儿童的心理跟身体发育一旦出现了障碍, 就会影响他们的一生。 也就是说, 如果非要等到可靠的研究出炉的时候, 大部分一青一带可能都已经长大了, 再想挽回就不容易了。 所以哪怕当前的结果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 也还是发出来更好, 这对所有的父母也是个好的提示。 不过这篇文章还强调了一下, 对于疫情间出生的婴儿能力测试, 得分比其他年份出生的婴儿低了两个标准差, 这个惊人的结果, 家长们也不用过于恐慌。 毕竟测试里只有39个孩子是在疫情里出生的, 这个样本数量过少, 可能会导致结果有很大的起伏。 另外还有一个让人比较欣慰的研究可以参考, 就是10年前澳大利亚昆士兰大洪水 对婴儿情绪影响的研究。 虽然洪水期间, 孕妇经历了折磨, 孩子也受到了不利的影响, 但由于洪水在两个多月后退去, 又过了半年, 居民的生活也都完全恢复了。 于是, 那些孩子们在洪水之后30个月 再接受测试的时候, 发现已经和正常的孩子没有什么区别了。 这个道理也很好理解, 比如说很多早产儿, 他们受到的影响, 比疫情带来的影响更大得多, 但等他们上了中学之后, 就很难从外貌和学习成绩上分辨出, 谁当年是早产儿的。 除此之外, 在统计过程中, 人们还发现, 虽然疫情让更多人在家办公, 或者隔离在家, 但婴儿与父母的交流, 竟然还不如疫情之前多。 这可能是因为疫情让更多人压力增加, 即便和孩子相处一世, 也还是缺少沟通。 那么怎么改善呢? 在我来看, 改善的方法要从怀孕开始, 比如, 孕妇的父母, 丈夫, 亲朋好友, 可以更多的关心和陪伴他。 孩子出生之后, 父母要有意识的增加高质量的陪伴孩子的时间, 而不能把相处一世, 就当做是对孩子的关爱了。 因为从实际观察到的情况看, 这样是无效的。 如果疫情一代, 在今后成长过程中, 持续变得越来越不同, 那么今后可能真的会出现类似于, 80后90后这样的特定词语来指代他们。 他们出生前社会压力大, 父母焦虑, 出生后父母的陪伴少, 户外娱乐更少, 从小的印象就是人人都戴着口罩。 等过几年, 你在生活里遇到了这样的怪小孩之后, 还是要多多的包容他们一下, 他们实在是太不容易了。